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熊貓成為舊港大業 成龍新作血本無歸 又貴又難養 大熊貓開銷又多大 竟然還有25分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8月21日星期三 我是永恩 報導真相 真邊是弊 需要勇氣更加需要你們的大力支持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Like、Share、多點留言 和按下個Super Thanks 幫助我們一起撐下去 就在中央贈送的兩隻熊貓底港前夕 大熊貓仍然彈下龍鳳胎 這意味著香港將有六隻熊貓 建制派認為熊貓將為香港經濟鑄入一支強心針 大熊貓經濟成為熱意 本譽15日在19歲生日前夕 仍然彈下龍鳳胎和樂樂榮升父母 加上中央贈送的一對新大熊貓 未來會有六隻國寶在香港生活 大熊貓堪態可谷、深受民眾喜愛 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因此提出大熊貓經濟 他表示在日本出生的大熊貓鄉鄉被送回中國前 在日本的六年間為當地帶來約合34.6億港元的收益 他建議海洋公園為大熊貓建立獨有品牌 效仿日本的熊本熊、澳門的麥麥 推出熊貓吉祥物 吸引更多東南亞和外地旅客來說 大王旅遊業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健鋒認為 商界要加強經濟觸覺 令活利用大熊貓深入民心的形象帶動經濟效益 比如酒店做熊貓餐、提供熊貓紀念品、出售熊貓玩具等等 只要花點心思,熊貓是可以帶動香港經濟 經民聯主席盧衛國建議海洋公園可以直播大熊貓日常生活 推出以大熊貓為主題的列車,為旅客提供打卡點 並稱大熊貓也是推動國民教育的好題材 因熊貓是中國獨有動物 各項各業都可思考如何利用熊貓熱潮進行宣傳 本港城市大學學者樂俊惠建議將大熊貓打造成網紅 帶動線下大熊貓經濟圈 比喻持續利用各種網絡平台分享每隻大熊貓的成長故事 讓社會緊貼和陪伴大熊貓成長 營造市民共同撫養大熊貓的共情感 同時政府和社會各界共同推動大熊貓產業 比喻出售大熊貓產品和規劃大熊貓旅遊路線 設立大熊貓文女試集、穿魚美食街 籌劃以大熊貓為主題的煙花和無人機表現等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王家禍 亦寄希望於大熊貓經濟圈 20日早上他接受電台採訪時表示 至今年上半年試度欠佳,第一季度都算差的 第二季更加在,整體銷售金額再跌 因為4月開始真是很多市民北上消費影響 令整體餐飲業的生意直靜 巴黎奧運一度為餐飲業帶來小陽春 但奧運結束後生意恢復淡靜 他說去過一些地區看過一些情況 很多夜間的生意真是比較差 他透露近期每月約有300多間食肆結業 開業的則有百多間,應用情況嚴峻 不過王家禍對前景充滿信心 既望六隻熊貓帶動經濟,更在節目中埋廣告 稱廠商會與金茶王合作推出熊貓版限量奶茶 將免費向市民派發 對於熊貓經濟能否成為救港大業 有網民持不同意見,反聞到 海洋公園自讓熊貓這麼多年 經營這麼多年都虧錢 為什麼近日這麼多人都建議香港搞熊貓經濟? 熊貓經濟真是屋的話 四川做了金融中心尾 還是四川賺夠,多得太驗錢聲 給些香港賺? 還有網民總結香港又自及興露勁 從魚蛋、燒賣、煙花、再到熊貓 並指現在各行各業都叫救命 是不是有熊貓就萬事大吉? 有成龍主演耗資3.6億人民幣的奇幻動作片《傳說》 上映以來票房慘淡 截至8月11日收官日 累計票房僅得7,990萬 估計虧損超過3億 有評論表示 成龍今次完美超越主演 洪坦先生的劉德華 成為年度虧損最多的演員 傳說這部電影是中港合拍 講述由成龍飾演的男主角前世今生的故事 據騰訊網報道 該片採用傳統實景和AI換面相結合的方式拍攝 成龍飾演的古代將軍趙戰 面部使用了AI技術 換面成為27歲的成龍 這亦成為該片的一大賣點 不過影片出街後賣點卻沒有人拜 而且惡評如潮 有觀眾反規 片中的AI成龍大一眼看會覺得很有型 但隨即會發現他對眼不懂斬的同時 幾乎完全沒有表情 而且AI成龍身材比例明顯與成龍真人大不相同 也就是說AI成龍只是借用了成龍的五官 身體卻是別人的 有網友敢評論AI成龍 看大一眼你會覺得好型 看大二眼你會覺得有點怪 再看一眼恐怖谷效應就上來了 據悉 傳說這部電影投資5000萬美金 即大約合3.64億人民幣 有看過這部電影的網友表示 該片3.6億成本應該沒有虛報成份 雖然電影真的拍得很差 但畫面感覺確實是 來洗大錢才會有的質感 就算不計演員片酬 片方近是讓1萬2千匹馬來拍攝戰爭場面 都已經是天價的開支 但自至8月11日收官日 累積票房先得7,990萬 估計虧損超過3億 這會鐵定要血本無歸尿 大陸媒體甚至報導稱 傳說成為大陸暑期黨第一票房慘案 香港將有6隻大熊貓在海洋公園生活 歸為國保級動物 熊貓的開銷有多大? 熊貓被指又貴又難讓開銷成本巨大 導致近幾年日本、美國等國家無奈向中國歸還大熊貓 中共見證後政治性贈送大熊貓給蘇聯、北韓、美國等9個國家 共23隻大熊貓成為友誼試者 當時採用的是純粹的無償贈送模式 不與任何商業掛勾 到1982年北京宣布停止贈送熊貓 轉移以租借方式出租給其他國家 各國經常一次租一對熊貓 每年租金約為100萬美金,並且休10年年期 如果熊貓彈下寶寶 還需為每隻寶寶向中國支付一次性40萬美金的費用 這些寶寶也必須在2歲至4歲時回國 根據2000年美國與中國簽訂的大熊貓合同 未獲須為2隻大熊貓各購買100萬美元的運輸保險 預造成死亡以每隻80萬美元向中方賠償 由於港澳台被視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可無償獲賺熊貓,所繁衍的後代可留在當地 1999年香港海洋公園獲賺安安佳佳 2007年仍仍落落抵港 為容納4隻國寶2007年時 海洋公園花費逾100萬港元,改建熊貓館 新裝修的大熊貓園劃分成3個熊貓展覽區 大熊貓活動範圍總面積為600平方米 每個大熊貓區域都為住客量量新訂造 環境設計以四川的自然生態為藍圖 玻璃屋頂充分透視自然陽光 2022年有報導稱,每年自養大熊貓費用 已經增加50至1200萬港元 假設1200萬港元費用不變,推算2007至2022年間 自養費已多達1.8億港元 參考台北市立動物園的熊貓開銷 每年的固定經費為50至72萬港元 加上人時成本大約120萬港元 其中超過一半以上的錢都用在熊貓的煮食、粥脂上 一隻成年大熊貓每天進食12至38公斤粥脂 還有蔬果、紅蘿蔔、香梨和南瓜等食物 據指為確保畜業新鮮,海洋公園每週兩次從廣州運來新鮮足資 估計每年花費約70萬港元 海洋公園曾連續7年錄得虧損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長楊潤雄表示 期望大熊貓BB能吸引更多遊客 正與海洋公園商討推出相關產品 並研究增加熊貓館 相關費用、政府角度亦要協助解決 蛤?竟然還有25分? 話說香港記者協會公佈最新的2023年新聞自由指數 顯示新聞從業員對新聞自由的評分僅25分 再創指數2013年成立以來的歷史新低 據德國之聲中文網報導 這一新聞自由指數 是在對250多名在職記者 和大約1,000名公眾進行文卷調查的基礎上得出的 指數對香港的媒體環境進行評估 滿分為100分 超過90%的受訪記者表示 自從今年3月 港府頒布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對間諜和外國干涉等犯罪行為規定處罰 對香港的新聞自由造成了很大損害 另外超過90%的新聞從業人士同時認為 過去一年香港新聞自由有所倒退 94%的受訪記者認為 起訴黎智英案對香港新聞自由極具破壞性 其他令人擔憂的事件包括南華早報記者陳敏黎在北京失蹤 而在公眾文卷部分 香港民眾對新聞自由的總體評分為42.2分 略未上升0.8分 同時公眾對23條立法對新聞自由的衝擊感受不強 只有大約39%的公眾認為 立法對新聞自由造成頗大或極大損害 而在2020年的新聞自由指數報告中 有52.5%公眾認為 實施港區國安法對新聞自由會造成頗大或極大損害 至於公眾為何對23條立法對新聞自由的衝擊感受不強 和大家分享幾個網民的留言 大家自己體悔體悔 竟然還有25分,我以為是負數 其實都不用調查了 《明報》總編輯出了一封電郵給專欄作家 加上官員的警告口問 新聞自由只會年年下跌,低處微算低 看看市面還有多少份報紙已經知道了 貿管華齋,新聞自由可以當飯吃的嗎? 有紅貓就可以了 可見公眾對新聞自由已經完全失去信心 好,今天的香港頭條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明天見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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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